拿着眼罩然后把它带起来 待会就可以用心 用听的去感受这个影片 好那我们都是人生剧展 视障版用心看人生系列 数到第365天的 试音会我们准时开始 非常高兴欢迎 所有在场的大小朋友 今天在元宵节的下午 在台北市立图书馆 齐民分馆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数到第365天的 公式人生剧展这个影片 这个用心看人生系列的 这个试音会活动呢 是由我们公共电视 以及财专法人台北市市长者 家长协会共同来举办的 那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先欢迎我们 公共电视公府寄行销部的经理 江行德江经理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们欢迎江经理 谢谢大家 非常欢迎 也很高兴这么多朋友 来到这个启明分馆 一起来欣赏 公共电视为大家准备的 这个视障版的 公式人生剧展的服务 我们公式人生剧展 会在电视上播出 那在去年 我们就已经做了四部 今年再更增加一点 我们做了六部 希望这个电视 是一个大家家庭聚会 一起娱乐的工具 那也希望适当的朋友 也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互动 看我们不同的人生故事 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 那今天很谢谢大家不同的团体来现场支持我们 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予我们更多的指教 谢谢大家 那也祝大家今天 元朝节快乐 谢谢 谢谢 那另外呢 我们也欢迎到台北市市长的家长协会的理事长 王秦文 王理事长 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欢迎王理事长 江经理 还有我们在座很多的贵宾 包括我们 曼蓝胡仁社的周先生 还有我们今天有在场的扎大银行 那夏容扎大银行 他就是对我们市长 这几年对市长的服务 投入非常的多 还有我们的胡仁社 还有我们在座 我们的台湾的数位有升学会 还有李市长丹姐 还有王建立王博士 还有我们这一位是蔡先生 还有很多我们在场的很多的事长朋友 很高兴在今天的这样的周日 也是元宵节的一个下午 我们来看 我们来参加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电影的首领会 那公事是我们国内最优质的电子品品之一 那他所制作的很多的剧 都是呈现人生 就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各层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 真相的一个呈现 我也是这个忠实的影迷 那这些这样这些优质的一些节目 都能够持生我们 我们的一些心灵 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野 但是我觉得说一般的市长朋友是蛮可惜的 因为大部分的影剧虽然有声音 但是有很多 比如他的后面很多不是声音 就是对白所能呈现 包括一些风景 或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的一些维系的部分 那我很高兴说今天公事能够为市长者做这样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 制作的所谓的市长办 那刚刚也有记者访问我说 那对这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什么 那我只想说 我自己小孩今天已经二十几岁了 可是呢 在我们家晚上有时候我会陪我们妈妈 就是祖母啦 或是我们家里就陪 这个时间就陪妈妈看电视 但是呢 毕竟呢 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看不见 他只能听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所以慢慢除了我们跟他讲之外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看路神就忘了讲了 那他九月九日他就没兴趣了 所以现在状况大部分都是他是缺席的 他是在房间里面自己上网 自己做他的事情 那我觉得蛮可惜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市长办啊 除了让我们市长朋友 他自己独自可以心掌 不需要旁人 一直在跟他说之外 其实他在播放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 也可以别他在那时候 共同的很放松的 很轻松的同时享受这样的一个戏剧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 非常有意义 那也希望说 往后呢 其他的我们的电子媒体 其他的这个电视 也能够 也能够这样子来做这么样的服务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大家 好好地享受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艺术 或是一个影片的一个盛宴 谢谢 谢谢我们 谢谢 市长 家长协会的王岐光理事长 那今天呢 在场的也来到了非常多的贵宾 我们一个人介绍一下 那如果说 说到您的名字呢 欢迎站起来 跟我们大家挥挥手 那在场来 也不要吝惜你们掌声 我们欢迎我们中华定向行动学会的理事长 我们欢迎陈淑慧 陈理事长 欢迎陈理事长 也欢迎中华民国视觉障碍人福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 蔡隆琼 蔡先生 我们欢迎蔡先生 那另外还有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的理事长 詹秀慧 欢迎单理事 另外还有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的常务理事长 王健丽 王先生 我们欢迎 另外还有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的秘书长 李秀凤 李小姐 欢迎 欢迎 那另外呢 今天市长的协会这边呢 也邀请到了几位的事长朋友 有一位呢 是非常特别哦 他们是从宜兰 然后呢 这位妈妈是 由她的小医的小朋友呢 带着她 一起来看我们这个人生剧展的影片 我们欢迎 从宜兰远道而来的杨云芝 还有她的小朋友 我们欢迎 谢谢 然后呢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市长的家长协会里面的一个爱鼓动的乐团的团长 刘子瑜 欢迎子瑜 另外还有我们乐团的歌手江卫琪 欢迎卫琪 还有一位盲眼 盲用电脑教师的林俊辉 我们欢迎俊辉 还有一个钢琴教师的戴志峰 欢迎 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们 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体验这个市长版的人生剧展的影片 那稍待一会呢 我们这个影片 数到第365天的导演 王小帝 王导演呢 他也会清理现场 来跟大家参与互动跟座谈 那请大家呢 稍待一会就是 可以多看这个影片 那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 或者说觉得说 影片有一些什么趣味的地方呢 稍待一会大家都可以提出来 跟我们王小帝导演来做询问 那我们二话不说 我们接下来就马上 请大家来体验这个市长版的人生剧展 数到第365天